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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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那我先去了啊 好 去吧 哎 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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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绝招 我也下定决心 要放弃治疗 一死了之 可是后来 告别你回到家 妈妈跪在我面前 以死相逼 要我接受治疗 为了我 他拼命地打工正前 终于有一天 他凑够了手术的费用 可是当我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却哭了 我却哭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要摘掉我脚踝上的恶性中流 就一定要戒指 我却哭了 我求你不要看 就是因为这条腿 才让我下决心让你以为我死了 小张郎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初恋 在你之前 我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人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也是最美好的时光 我记得我最美的样子 就是你为我画的那幅画上的模样 我希望你心里的苗苗 永远都是那个最美的样子 你知道 与癌症奋力抵抗是什么样的吗 除了失去一条腿 还有无锈无止的化疗 多少次我都想要放弃 要不是妈妈 我就 我在进属书之前最后一件事 就是求妈妈帮我向你撒这个谎 求她为我建一座假的墓碑 上面永远是我最美丽时候的样子 墓碑建好的那一天 我第一个去了 我对妈妈说 妈 从前的那个苗苗死了 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苗苗 真的死了 如今的苗苗 只求一辈子简简单单 安安稳稳的苗苗 后来 妈妈带我回到了乡下 因为那里的人 对我不会有异样的眼光 虽然肿瘤被摘除了 可是只要我摔一跤 腿上就还会长出囊筹 像我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拥有婚姻和爱情 我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不嫁 可是妈妈临终前把我托付给大宁 她是一个好人 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只是我答应妈妈嫁给她的时候 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我再偷见你一面 也就是那一次 我偷看你站在我的墓前 说你要爱人的时候 我绝对要彻底忘记你 再也不见你 苗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这样的举动 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你知道吗 对不起 是我太任性了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让我们又见到你 因为我要结婚了 我想在结婚之前 再看你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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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是 我是黄耀强的好朋友 我叫卫逗逗 不好意思 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你们的对话了 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而已 你 你真的在这儿啊 有人看见你上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 你好 我们是淼淼以前的朋友 我们刚才碰到了 就开心地聊了一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就怕淼淼身体吃不消啊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可能刚才聊得太尽心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淼淼 那咱们先走吧 等等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行行行 我给你写一个 我和淼淼的手机号 都写在上面了 还有我们住的地方 我姓牛 叫我大牛就行了 这次来这儿啊 就是给淼淼治她腿上的病 这不淼淼腿上长了几个囊肿吗 虽然现在没事 但是我怕有一天会恶化 对了 如果你们认识 智囊肿比较好的医生的话 能不能联系我们 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的 谢谢啊 谢谢 那我们就先走了 淼淼 那咱们走 那我们以后再聚 谢谢啊 淼淼 咱走吧 来 付好 慢点啊 嗯 来 慢慢走 慢点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懂 淼淼真的是个好女孩 为什么说自己是逗逗 我觉得她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再刺激她 走吧 爷爷还等着我们呢 我想一个人自己借一会儿 淼淼 淼淼 淼淼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呀 你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生命里呀 淼淼淼 淼淼之所以骗你 就是不想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她现在生活得很平静 你在这儿这样折磨自己 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是生活得很平静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生活有多么混乱吗 我现在甚至连爱她同情她还是恨她我都搞不清楚 可是逃避也不是办法 现在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 你能把她像一个普通朋友一样去对待 普通朋友 我怎么可能把她当做普通朋友 这事情要再摆在你身上 你能把她当做普通朋友吗 你不要打扰我 让我好好自己安静一下好吗 你觉得我是在打扰你吗 黄耀强我是你的妻子 你现在碰到这么大的问题 会有义务陪着你一起面对呀 而且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们彼此一直沉浸在回忆里边 那只会让彼此更痛苦互相折磨不是吗 你说的我都懂我都明白 但是我现在就是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呢 如果是平时我可以给 无限制地给你时间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 爷爷在病危的时候 难道你想让爷爷带着遗憾离开吗 我当然不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时你在我爸妈面前 对我许霞的誓言还算数吗 你选择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到底是淼淼 还是我 哪哪哪 哪哪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还不了解我吗 我了解你 可是我想从你嘴里听到答案 我选择的当然是你 我选择的当然是你 但正因为这样我更加没有办法面对它 好 我现在更加确定我要陪你一起面对了 小强 你现在碰到的难题 淼淼一样要面对 可是只有你们彼此能够打开心结 才能各自幸福地生活下去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着你的 是 你是去上海临时工作的 不是 公司的总部就在上海 被调到总部去工作的几率啊 跟被雷劈的也差不多 请知道居然把我给劈中了 这你这么说 我也应该去大鱼里走走 自己找被雷劈啊 我已经被劈了 我上面有了 旋猶强 认识你 我很高兴 我也是 我觉得 觉得 你先说 好 你先说吧 那行 我就是觉得我们俩 挺像的 我们俩有可能上辈子是一个人 这辈子才分开 拉倒吧你 骗高中小女生呢 不过 我也觉得我们俩挺像的 我就是觉得 总正吧 我就是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 就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要不然就 祝你在上海一切顺利吧 你刚说 要不然 后面是什么 有吗 没有 一路走好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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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拿去看对方 对不起啊 实在对不起啊 只会我一会儿帮您扶下来啊 谢谢 娜娜 娜娜 你怎么了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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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娜娜娜娜 Cor Mark 走 ưaな' 看哪儿 启卜 何 ily confian 許 可是你 不是我还有谁啊 你发烧了 我会儿休息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你管 你走 你走 夏天啊 你看看你自己 哪里还像个女人的样子 每天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 地球没了你照样转 生病了就应该好好休息 知道吗 我老前我再说一遍 我就是死了都跟你没关系 你跟我走 走 我疼 我答应过你爸爸 要一辈子照顾你 就算我们遵守了也一样 只要还没有人能够替代我的位置 我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我不想看见你 我不想看见你 我会儿子 我会儿子 你不想看我 的 我怎么能够 我老後 你不想看我 我没想看我 你怎么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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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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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走 你吃个饭我就走 谁要吃你做的饭 我 我辛辛苦苦 今天一天在你家当小事工 就得到你这样的评价 还有 我可是第一次给别人做饭 你要是不吃就太不给面子了吧 你是第一次做饭 真的假的 那我吃完你就走 行 慢点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我要快点吃啊 吃完你好走啊 既然你这么想我走 那我现在就走吧 等等 刷完碗再走 不是这样吗 以后如果你家需要小事工的话 你随时打给我 我按照市场价的交务者给你 行不行 刷吧 我的背影是不是帅气不减当年 你就知道我在看你吗 你是自恋不减当年的 我背上可是长了眼睛的 行了 这下你不赶我走 我自己也得走了 再跟你说一遍啊 吃完饭记得吃一顿药 晚上之前把这热水给喝了 明天早上记得带面包当早餐吃 还有 以后上班不要再自己开车了 也危险了 走了 路里把锁 我开不开车关你什么事啊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车关机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还有你们 我付你们的薪水不是让你们来度假的 你们要时刻关心你们领导的身体 我还是关机 这个时间丹娜应该已经出门了 彼得请相信我 她一定是遇到了极特殊的情况 否则她不会忘了去机场接你并且手机不开机的 急突出情况 全市的出诊记录突发案件我全都查过 根本就没有她的名 黎叔叔 一个大伙人怎么会凭空消失 I'm so sorry 彼得 如果你昨天通知我 我会立刻去机场接你并且查出Danda的下落的 她是不是 忘了手机了 你撒谎的水平音乐体能在幼稚园的级别 彼得 对不起啊 昨天没有去接你 是因为我生病了 我的手机 是 病了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我 不关他们的事情 都是我的错 你们都回去工作吧 彼得 昨天我发烧了 我觉得我开车可能不安全 所以我开了一半以后就直接开回去了 对不起 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 他 他 现在立刻给我定圈是最好的 对高级酒店的烟雾羹立刻从我来 现在 是 走 走 走 不用这样的Peter 我只是一点点小病 工资是我的 我说算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在干嘛呢 包粥呢 你说你一个堂堂男子汉 系着个围裙 在厨房里面做饭 像什么样子 有一句话你听说过没有 要想当个男子汉 宁可饿死不做饭 妈 你这奶门子名人名言啊 你思想怎么那么封建啊 你是古人吗 我不是古人 这句话呀是出自 杨洁名言录里边的 你这是给谁带去啊 同事 什么同事 给那个小妖精吧 妈 你说什么呢 她昨天生病了 不准拿走 干嘛呀 我宁可把她倒了 我也不让她吃 不行 爸 你怎么穿那么好看 你是不是去会老型人 小妖 小妖 你给我回来 干嘛呢 一大早就等你这女高音了 你知道你儿子在干嘛吗 一大早 他竟然在这儿做饭 这不挺好吗 你不天天骂我 说不会做饭吧 你是你 我儿子是我儿子 我绝不能够让我儿子 干女人干的活 你知道她在为谁做饭吗 谁呀 给那个小妖精 别说那么难听 什么说那么难听 我辛辛苦苦把我儿子养 到了快三十岁 他做的饭我一口都没吃过 凭什么让他先吃啊 行了 行了 毕竟跟儿子一辈子的是媳妇 不是咱们 做的什么呀 咱们也蹭点吧 小米粥 各官请坐 小米粥两碗姜菜一碟来了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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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or 这么快就送来吧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九百八 好 麻烦送到总经理办公室 好吗 谢谢 一碗 带他们去 好的 这边请 呦呦呦呦呦 干什么呢 赶上伙食了 谁点这么贵东西 娜娜呀 不是娜娜点的 是皮特点的 皮特 对 那假人鬼子来了 她已经说娜娜病了 就命令我买这些东西 高级酒店的付费就一百多呀 你这是什么 对啊 这个叫断魂汤 是我跟那假人鬼子的见面礼 把这些先吃掉 再谈工作 皮特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 我是你的上级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好 你是我的上级 也希望你自己记住了 娜娜 你去办公室不知道先敲门吗 不好意思啊 是你 是我 你没认识啊 我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大老板吗 谁不认识啊 娜娜 娜娜 你的病刚好 我特地给你熬了点小米粥 不要直接油腻的 喝点清淡 吃完我再来熟了 忘了在熟了 这儿有 喝吧 那没什么事我出去了啊 出去吧 等等 还有事 昨天你说把我手机给拆回去了 这么大事你说我怎么忘了呢 昨天你走得急 我就顺手给你穿上了 还给你充满电 给 出去吧 好 那我走了 拜拜大老板 给你们把味带上啊 你和她的关系 已仅限于上级和下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的视频里见过她 见过她 怎么可能 丹安娜 我们应该正确的 皮特 现在是在中国 如果你不想引起大家反感的话 最好说中文 我已经让你反感了吗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在公司里做什么 她就是一个打杂的 她 立即辞退她 皮特 我希望你不要把个人的感情 带到工作里面来 黄耀强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 我为什么要辞退她呢 我和她的关系和你一样 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对不起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一会儿再向您汇报 老板 我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把这些吃掉 这是你用的主 你拿她干什么 你还要喝吗 所以你的名字是黄耀强 你能不能说中文吗 好的 听说你是这里打杂的 办公室行政助理 好 凤达集团 全球几十间公司 还没有办公室助理 这样一个部分 没有 不代表没用 好的 既然你是这里打杂的 行政助理 好的 行政助理 那么麻烦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替Diana 讲这童女的东西 倒掉 这是Diana的意思 那我就问她去 风达集团的规则 未经上级许可 不得擅自创入办公室 Diana才办得过 想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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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逗 我说你变态啊 你这邋遢的习惯 什么时候能改啊 你这凶兆和臭豆腐放一块 活该没男人要你 啊 我的内衣怎么跑到那个袋子里去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帮我扔了吧 带你碰到的东西在窗我身上 好像被你摸过呀 你想想我就恶心 呸 就你 你就是脱光了 站我面前我都不碰你 行了就这样 来 你好 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是黄耀强先生的妻子 是这样的 我呢 想给他一个惊喜 所以 您能不能帮我开下他房间门啊 这个 是我们两个的结婚证 你不说好请我吃饭吗 怎么又来这儿干什么呀 这又能去又能玩的 多好呀 我告诉你啊 今儿我请客 你可千万别拘着 真大法 一年就这么一回 我得好好敲你 得 服务员 先跟我来盘臭豆腐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二十九了 我除了不正经的时候 其他时候都正经 你要真的正经的话 就不会干那么多糊涂事 有话就直说啊 别管我摸脚的 没事啊 挺好的 祝贺你 又老一岁 新的一年 一切重新开始吧 什么叫重新开始啊 我现在过得不好吗 挺好的呀 就是希望你能擦亮双眼 看清你周围人 去 点东西 好 好了 哎呀豆豆 别叫了 叫魂呢 你说你这小身板怎么那么弱不尽风格呢 吃的东西都一样 我怎么什么事都没有 您老人家到食物中毒了 慢点 我这叫英雄也有歇脚的事 得那你歇着吧 又拉又吐的 这还有力气跟我拼 慢点慢点 哎呀我这关键时刻才看出来谁对我好啊 原来你也是有人性光辉的一面的呀 你才发现啊 喂 喂 你在干嘛 我在外边玩呢 几个朋友跟我一块唱歌 谁呀 嘘 唱歌呢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晚才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我怕你不想听我说话 可是我又很想跟你说一句 祝你生日快乐 没事 能收到你的祝福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那你还生我的气吗 那你还生我的气吗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我知道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好 只要你不生气 你怎么罚我都行 你要说一点也不生气 那是不可能的 但之前我脾气确实也有点大 所以 我也跟你道歉 别别别 你不用跟我道歉的 其实你只要不生气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小强 你听我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我请你相信我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 好不好 行吧 那我就再信你一回啊 干 这样子在家待着 不不不不良啊 要是没事干的话你 你 你来上海玩两天呗 你刚说 叫我去上海 是因为 你想我了吗 不是 故事 我又想换药了 我这不是也让我妈消消气吗 那什么我朋友刚才叫我了 我 我 我就回去了 好 晚点再说 拜拜 拜拜 怎么还叫菊呢 那你个妈不告诉她 你在医院呢 多大点事嘛 我也不劝你了啊 既然你那妈还犯贱 我劝你干嘛呀 我图什么呀我 等你回来了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 大质 我知道 你对我呢 是恨铁不成钢 你拉倒吧你 但是我还真是要提醒你 通过我的惨痛经历 必须告诉你一个不然的经验 拜托 如果你真的觉得 要原谅她的话 就忘了她所有之前给你设的剧 所有骗你的事 她如果以后再骗你 你也得彻彻底底 当个大傻瓜 你也不会认为她要的 你不认为她的 就不认为她的 但是她主持人 但她的同性 就是原谅她的 是人 可能是不能 不认为她的 我再教一口 你才能画的 这小风一吹还真不行 行啦 我扶你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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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逞强你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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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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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近没少吃吧 怎么明显中了呢 你才中了呢 还得让你多拉几次 行了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走 走 走 等 等 等 怎么了 续续续续续 喂 你回去了吗 还没呢 你跟谁在一块 跟几个同事 还有一起培训的同学 怎么了 没事 那你早点休息吧 好 你不用等我了 我回头给你打电话 实在明天给你打 拜拜 我是你同事啊 回来 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啊 没事 什么情况 还闹着什么情况啊 除了贾点大还能有谁啊 我真服了他 什么招都使得出来 我去找他 回家 给他去看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还是这么一家 我看到你逞什么墙啊 上车 你跟踪我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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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 你放我下来 我上人的裙子 以为都活了 别人看 你放我下来去你 放我下来去你 放我下来 听见没有 喂 别动 我告诉你啊 我这门手艺 可是我们老皇家祖传的 一般人他不告诉 捏完之后 保证明天你就能下地走路 哎 疼啊 知道疼下次就别逞能 行了 现在脚也崴了 好好休息休息 就别得瑟了啊 在家呆着哪也别去了 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得意吧 你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你肯定特别开心 瞧点道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人 最大的缺点就是爱逞强 你心里有什么困难 你就要说出来 你说出来周围人都会帮你 你不说出来憋在心里 谁知道呢 黄上强你有病吧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觉得你自己太有能力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贾姐拿 离开你以后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你离开我以后 你不是生活不下去 但事实证明你离开我以后 你确实过得不好 黄上强我告诉你 我离开你以后我过得很好 我过得非常好 是 是你自己狗拿好的多管钱上 你给我走 我狗拿好的 行 行 那那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那我今天就好心被你当成驴肝罪 下次别说你脚崴了 你就是脚断了 残了我也不会管你 滚 滚 你回来干吗 躺得挺舒服的 对了 你今天找到中标警战了吗 我一看见你我就倒霉 还不是你害的 我脚都快残了我 你别跟着我啊 你别跟着我啊 这么严重 看来是没找到公交总盗 对了 这个小� 对了 这个小孩 小孩 15分钟 答局 有哪一视 required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啊 那个 不会出什么事吧 野猪 不会出什么事吧 野猪 喂 逗逗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忘了今天什么事了 你别说了 你先抱个忙 什么 你帮我打个电话给家里呢 现在 马上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你打就打 你别问了 我刚才听见他房间里 穿出一声尖叫声 好动啊 像你这样的男人也有胸毛 这小片子谁给你扎的 好动啊 请你放尊重一点 我在猎鱼家的时候 是特别严肃认真的 不希望被打扰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刚刚是派你出事了 所以才闯进来的 还有 我进来兄弟道歉呢 我之前脾气不太好 不该冲你发脾气的 请你出去 好好好 我请你吃甘蔗 对不起啊 给 给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怎么了 这是我的道歉信 我的信里面 详细解释了 瑜伽对我的意义 我瑜伽的时候特别认真 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 特别希望能得到 你的理解 其实不用这样的 这太严重了 刚才是我不对 我不该去打扰你 不好意思啊 还有 谢谢你的甘蔗 挺甜的 没事 没事 那个就当是赔礼道歉的 你 第一次有人送我 混区 我说我的兄弟 你能别老犯贱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就看不上你这点 你车身加点难 人都有个太阳了 你干嘛还非得当那多余的 你小心被射下来啊 能不能有点鼓起 逗逗 娜娜 你按下开关 看好没好 你小心啊 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行不行啊 你搞了半跌了 还没修好啊 没有找着说明书啊 所以维修起来有点困难 你稍微等一下 耐心一点啊 我能搞定的 大哥 你见过谁 没换个灯泡 还要看说明书的 我心甘 你赶紧下来吧 这年头啊得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牲口用 你赶紧下来 我来弄 当牲口用 你赶紧下来吧 大哥 好吧 你来试试 慢点啊 给 小汤 不用 不用 那 这 龙丝刀 不用了 你帮我扶好梯子 你小心啊 别触电啊 你小心啊 别触电啊 很危险的 你去看看 行不行 那你站稳了 小心一点啊 行啦 就 对了 这么简单就亮了 娜娜 你真厉害 我当年修灯碰的时候还不知道 小心 小心一点 我的胸 怎么了 有客户 你好 这里是深圳建墙会计事务 爸 您什么时候来的啊 刚到 多吃一碗 娜娜 你也多吃一碗 服务员 你再来两份鱼翅烙饭 不用了 不用了 这已经很丰盛了 再点一浪费的 就是 爸 我也不要了啊 爸 这儿已经够贵的了 还要鱼翅烙饭 你以后啊 也别吃了 鱼翅呢 不环保 是啊 其实鱼翅我平时不吃的 这不是为了你吗 希望你能吃得好一点吗 不是 你说 娜娜 在家里过得好好的 多舒服啊 你非得出来受这个罪干什么 爸 我没觉得我现在是受罪啊 我觉得呢 人生就像是一道自助餐 想要什么呢 得自己去取回来 对啊 叔叔 娜娜说得对啊 一个人就要自食情侣 用自己双手 挣来的劳动果实 吃起来才像 不过今天 吃点挺像的 不像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啊 不像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啊 哪吃得了这么多苦啊 所以啊 爸 您现在是不是应该替我高兴才是啊 是 是 但是我宁愿我自己的女儿 能过一点享受一点的生活 为这一点我愿意 我愿意 伺候你一辈子 爸 您说什么呢 您怎么可能伺候我一辈子呢 我这么是就这么说嘛 文艺卫能给你找一个贴心的 心疼你的人 真是没想到啊 行了 爸 您看 今天本来挺开心的 咱们就聊聊开心的事情 那些不开心的不提了好不好 吃饭啊 对 叔叔 您也再吃点儿 好 好吧 来 吃 来吧 喝一杯 爸 来 我敬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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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车在那儿 我们先走了 啊 再见啊 慢点 慢点 我总觉得那孙女没按什么合心 行了 别操这份心了 走吧 不行 我得跟着 被经理发现咱们的事就黄了 项目没了还有下雨 人要出了事谁负责 看你看家里男的状态 一点防备都没有 说不定人俩早好上了呢 如果不行 师傅 这是前面的车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怎么转车又回来了呀 楼上是客房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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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停车 行 停车 你不想去死 你不想去死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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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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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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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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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这都是误会啊 都误会啊 哎哟 那钱包里有地址 还有门牌号 要不我们直接送他回家吧 那钱包里有地址 还有门牌号 要不我们直接送他回家吧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帮我去 咱们走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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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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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嫂 早啊 嫂子吃过早餐了吗 吃过了 今天衣服很好看哪 经理 晓晓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经理 您找我什么事啊 这昨天晚上的事 昨天晚上 我是不是又喝多了 不是 我 我 我说 我知道 是您送我回去的吧 还帮我脱了脏鞋脏衣服 扶我上床睡觉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昨天把你送回去以后 我马上就走了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不对啊 你 反正不管怎么样 是我错了我不该喝多了的 那个 谢谢您啊 谢谢您还照顾我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 那个黄耀强你们之前认识吗 当然不认识了 您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你忙去吧 什么内幕 什么什么内幕啊 我今天早上看到走路 一瘸一轨的 他就没说点什么 没说什么呀 你就没从侧面打听出点什么 挺正常的呀 怎么了 还以为又有什么大八卦了呢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分析 绝对是桃色事件 因为咱们这儿住就好这个 对 你不去干活在这儿干吗呀 经理 正要去跟您汇报呢 黄豆工作室的负责人 今天早上来电话了 他们说退出竞标了 我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退出啊 谁知道呢 莫名其妙的就弃全了 是那男的打电话 态度还挺好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退出呢 好 发票看一遍 好 好 我劝你最好离开这家公司 我劝你最好离开这家公司 我愿意明了 我愿意明了 你应该来 喂 喂 你发这个短信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想告诉你一个 你那公司没什么发展前途 那你先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退出竞标 接力更大的活 黄耀强 你都已经劝我辞职了 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你想知道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反正我就觉得 我有义务告诉你一声 别再被骗了 就这样 拜拜 男朋友 这种牌女朋友在这儿呢 你看清楚了 花又丢了 不是 俗话说得好吗 一日夫妻百人 她毕竟做过我老了 我不能 行行行 大概是你说的这样 好马不吃回头草 这是哪位先生教育我的来着 我 老朱老朱 老朱回来 帮帮我 出来了 自己看吧 我已经被那个箱子压着了 贾贾娜这个太阳已经快要下身了 快点 快点 轻点 雷锁 行了 她已经不属于你了 太重了我帮你拿 等一会儿 没事 让我看这儿干什么 我爸困死了 我觉得你还能拿两个盒子 那我觉得你就是我见过最弱的男人 我当年修灯碰的时候还不知道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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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胸 怎么了 有客户 您好 这里是深圳建墙会计室 我 爸 您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到 妈 说个地儿我去找你就完了 干嘛特地跑一趟啊 干嘛特地跑一趟啊 我那根本就是 你回头说的 相议 你的死 那就是 好 我不要让你来 我需要这么快 那就是 感谢观看 我们分开以后我也很难过 可是我们分开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 以至于我们结婚以后 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冲突 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 所以我们一起 我们都觉得分开可能不是什么坏事 想跟我来这一套 你以为我把你叫出来是 想让你们重新开始 做梦去吧 我告诉你 比你好的男人有的是 有的是 我今天只是来讨个说法 我警告你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分开了吗 从此以后 你不能再去打扰她 别再打扰她的生活 每次你的出现 就是对她的伤害 明白了没有 如果你还心里有点念想 就别在这儿 你结婚的时候承诺你没做到 但是这次我警告你 不能找法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如果这样做对她好 那我答应你 没错没错 我告诉你 这孩子在家里 除了他妈以外 我抱都哭 你看在豆豆姐怀里 也不哭也不闹 这孩子在家里 没错没错 知道他爸喜欢什么 手劲着四郎本贱 行了你 走喽 咱们找妈妈去了 不谢你啊 今天有两个特别来宾啊 谁啊 我爱的 今天有两个特别来宾啊 谁啊 我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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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哎 娜姐 来啦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 哦 谢谢 谢谢 好久不见 上次的事情 谢谢你 不客气 这位是 在下朱正华 嫁嫁那个头是 那 那什么 大家大家快快快 进去坐吧 好不好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 来来 请进去去去 哎 杜杜姐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我碰到你个同事 去打个招呼啊 好 不管过来 好啊 不行 不掉了啊 不行 别看了 眼珠子都掉盘子里了 好 谢谢好吗 来 干嘛 喝杯酒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我没听错了 哪有男人不喝酒啊 你要是不喝 你就看不起我啊 我们有缘相见 就已经是朋友了 我真的不能喝酒 我就已经过满了 行 你不喝我自己干了 你不喝我 你不喝酒 我对酒文化略有研究 喝酒应该小拙 才有味道 你和佳内娜真是同事啊 当然了 什么同事啊 我们都是深圳建祥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 那你们段事来干嘛呀 我们在这儿开了办事处 我和佳内娜是第一批来的员工 是贾典娜主动要求来的 还是公司派他来的 我们都是给人打工 但是不从领导安排了 您是做什么的 我 我跟你朋友合开了一工作室 那您的工作室一定需要一个会计师给您做账吧 我可以介绍我们公司吗 可以 先把酒喝了 不如护血淹得护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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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深圳建乡快据事务所成立于2002年 这是我们的资料 请你看 是 是 电话联系 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 打搅了 打搅了 好 好 好 你好 你好 深圳建乡快据事务所 深圳 上面有我们公司的详细介绍 好 您看看 您看 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 深圳建乡快据事务所 这是我的资料 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 这 这是我的名片 吃好喝好 好 微豆豆小姐 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有很多 您 老朱 你在干什么 你喝多了吧 你干什么呢你 他没有喝多 我在想为小姐 接受我们公司的情况 豆豆 不好意思啊 那个他喝多了 他一喝多吧 他就把自己当成那种 简破烂烂收费品的 我 你干什么呀你 是不是想回去让经理 让你去那个茶水间 我 走走走 行了行了 不好意思啊 再见啊 走了 电话联系啊 再见啊 电话联系 电话联系 跟谁电话联系 电话联系 什么电话联系 不好意思啊 他喝多了 走了走了走了 再见 再见 大胖 我们先走了 他有点事儿 电话联系 他喝多了 您不用理他啊 拜拜 再见 再见 谢谢啊 走了 看不出人什么关系啊 电话联系 什么关系 同事关系啊 还能什么关系 男女关系 没事儿吧你啊 人都被你丢进了 跑这儿来扒 你行不行 你喝了多少酒啊 成这样了 一杯呀 一杯你就喝成这样了 我 天哪 没事儿吧 赶紧走赶紧走 一会儿服务员看着来 要骂我 很多客户 说过很多 你说过大什么呀 你这朵奇葩 我后悔斯坦尼来这儿 你赶紧给我走 来来来 疼一下 疼一下 吃早饭了 怎么回事啊 这太阳没变率啊 怎么都有这么好啊 该当厨子了 我这不是看咱们 每天加班怪辛苦的 那也不能老吃外卖啊 我不健康啊 就买了个电磁炉 随便弄了点 可以啊 您还有这门手艺 而且啊 你今天不用加班 魏总 你说咱们公司 有个女老板就是不一样 这管理制度就是人性化 先别说 你先帮我找找那个那个 上那韩总的电话 我找半天怎么找不着呢 我名片都在这儿了 不能弄个名片 你家车就是乱的 不是啊 我这不是不拘小节吗 这上哪儿去了 是不是这个 不是草 去 这不就这儿吗 是这个啊 我先给他打瓶子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你待会儿再吃 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 来吧 朱先生 好 够准时的呀 鸭二表来的 我向来准时 薇豆豆小姐 非常高兴在此 我也挺高兴能再见你 点点东西喝吧 服务员 好 先生您好 这是我们的菜单 我要一杯白开水 先生我们这儿的最低消费 是每月二十 白开水是免费的 请问您还要些别的吗 最低消费二十 这是谁规定的 你们这是有点不太符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吧 不好意思先生 这是我们店里的规定 那我告诉你 你们这是在犯法 算了算了 就等我姐 给她一杯美食吧 好的 薇董 你刚这么做 我是在给火灯 薇小姐 你也许觉得我这样做 非常多余 也非常可笑 但是请相信我 任何的大事情 都是由小问题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朱先生 能不能说正事吗 对不起 我把正事放了 非常对不起 正事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 这是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 最后一页是我们的家务表 你们这公司地方还真是够偏的啊 就住在附近啊 我们住的是一套商住联用房 一半办公 一半用来做眼光宿舍 宿舍 那贾点奈也住在哪儿 是 我们现在条件是一般的点 但是公司业务刚刚起步 但是我们将来一定会有自己 专门的员工宿舍 也会向公司申请 做法军贴的 你跟贾远达住一起啊 不 我们一人一间 剩下的座仓库 魏小姐 我来跟您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业务准备吧 你看这个 你觉得贾远达这人怎么样 我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 静索当司机过 闲谈 莫罗人为 我呢 觉得你这人还挺特别的 那你有女朋友吗 男子汉大丈夫 公为这名秀 没有什么资格谈情说爱 有喜欢的人没有啊 魏小姐 这是我的私人问题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 你看啊 我得充分地了解你 才能对你们公司有信心 是不是 你放心 无论我们公司还是员工 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人 而且有专业俗养的 那这关系 还融洽 非常融洽 你就针对贾远达 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啊 我呢跟黄小强 都是加拿大的好朋友 都特希望他能找到 一个好归宿 就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又朝夕相处 这肯定对对方有感觉 你说是不是 魏豆豆小姐 请你不要这样侮辱我的人格 我朱振华为人处是坦坦坦的光明磊落 我和加拿拿 是清清白白的同事关系 我从来没有半点非分之洋 也绝没有做过一点月格的事情 我希望你严肃认真的向我道歉 好好好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别的意思 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你说是不是 是 一个人的生活 应该这个人自己做主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 好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太抱歉了 我要走了 服务员 买单 来 你公司是我 别别别 朱先生 这顿我来 就当是赔罪了 这是我的这份 二十二块的毛钱 君子不受 既来之事 告辞 送你 朱正华 你快帮帮我 你干吗呢 看不见我搬进我的东西吗 你帮帮我呀 你干吗呢你 知道三八线吗 这就是三八线 从今天开始 如果朱正华 遇过这条黄线半步 我就终身不娶 对 还三八线呢 才三八呢 三八 三八猪 你没事吧 终身不娶了 白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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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